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1月24日,古人官方宣布已经和其才正式达成协议 他们用拿安家三个次轮签换来其才的八村类 这笔交易包括的三个次轮签分别是2023年的次轮签 2028年的次轮签,2029年的次轮签 赛季至今,八村类场均主场24.3分钟 能得到13分4.3篮板,后来命中率48.8% 三分命中率33.7%,纳安场均出场13.5分钟 贡献6.7分1.4篮板,后来命中率40.6% 三分命中率32.5% 24岁的八村类是2019年的9号秀 他在赛季前没有得到新秀须约合同 他因此变得不开心,而且随着库子马加入奇才 八村类在前场的重要性明显下降 上周,八村类对记者说 我只想去一个需要并喜欢我比赛的地方 我可以做我自己,那是我的目标 消息人士透露,胡人打算在今年夏天和八村类序约 即使八村类将是一名受限制的自由球员 据魅记Jack Fisher报道 此前在当地事件周五 胡人向奇才报价纳安和两个次轮 奇才坚持索要一个首轮 今天胡人提高出价,给出第三个次轮 最终成交 八村类能够提升胡人前场的阵容深度 为詹姆斯和农美减压 OJ报道称,胡人队相信八村类是一个出色的侧翼防守者 他的低脚三分与中距离投篮的能力相当不错 根据数据专家Kirk Goldberry统计 本赛季胡人队没有接球投篮三分球命中率 超过40%的球员 而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中,八村类206个街球救头的三分球中投进了85个 命中率达到41.3% 八村类还只有不到25岁,他也可以成为胡人长期培养的目标 另外,八村类和威少在奇才有过合作 两人再次联手,应该也能产生不错的化学反应 The Slate C公布了这笔交易的评级 胡人获评C加,奇才获评C 媒体认为胡人获得八村类,总体来说是有意义的选择 但他的防守能力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此外,考虑到八村类会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胡人能否用合理的价格来序约他,也是关键 如果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失去八村类,那就是一次失败 因为他们相当于用了N加三个次轮签租用了八村类半个赛季 奇才交易八村类 意味着他们有信心续约苦字马 随即可以为苦字马腾出续约空间 但已经有球探质疑奇才本可以获得更好报价 Loopside记者Sam Amico报道 有球探表示 如果你是奇才队,为什么要急于做这笔交易 我知道他们本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 另外,雷妹认为胡人有可能还有后续交易 并列出了三大新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笔方案的交易筹码都是微少和首轮签 而终极方案的目标是公牛的拉文 方案一 胡人送出微少和2027年首轮 得到不幸者的希尔德 麦康奈尔和泰斯 这笔交易将为胡人带来全面升级 希尔德是他们有兴趣很久的神射手 赛季至今,他场均能得到17.2分4.9篮板2.7助攻 三分命中率42.2% 非常适合詹姆斯与胡人 泰斯和麦康奈尔都是可靠的角色球员 特别是麦康奈尔作风顽强 组织能力突出 可以减压詹姆斯 泰斯可以提升内线深度 方案二 胡人送出微少和2027年首轮 得到热活的洛瑞和邓肯罗宾旭 这笔交易能为胡人带来两个更适合球队的成员 洛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 拥有夺冠经历 他可以分担詹姆斯的压力 并拉开空间 赛季至今 洛瑞场均12.8分4.4篮板5.4主攻 邓肯 罗宾逊本赛季在热活出场时间不多 但他依然是一个精英级别的三分射手 妹妹看好他可以成为胡人的优质替补 提供外线的火力 方案三 胡人送出微少和两个手轮签 得到公牛的拉纹 这是胡人的终极方案 当然因为老板珍妮 巴斯不舍的同时送走两个手轮签 大传可能性很低 不过 如果胡人能得到拉纹 阵容实力会明显提升 拉纹是全明星后卫 场均24.1分4.6篮板4.3主攻 能突能逃 可以明显减轻詹姆斯和农美的压力 也能为胡人末节提供又一个可靠的得分点 要是佩琳卡能下定决心 应在当下 或许这是胡人能做出的最好交易 另外 勇士这边 这个赛季并不像一支未免球队 他们进攻不稳定 防守不扎实 一场比赛会达20分钟的好球 但剩下的时间会回归松散的状态 现在的勇士不能再考虑争取冠军 或是上半分区那种遥远的事情 首先要想怎么留在季后赛 避免复加赛这种更加贴近现实的问题 最近的勇士遇到了伤病问题 球队对于伤病十分敏感 过去王朝的解散 就是因为核心的几名主力遭遇重伤 球队折服多年 现在他们对待这项问题小心谨慎 第二点就是年轻人的上场机会 球队最初是希望给到年轻人更多上场机会的 不过他们一上场就会拖球队后腿 勇士今年本来就没有输球的余裕 更不用替代着年轻人打球了 第三 本来勇士内线就无人可用 而唯一的靠谱内线被贬为替补 自从务尼到了替补席 勇士的替补阵容 场场正复制都很高 而首发阵容却场场挖坑 说明了防守中锋在勇士阵容的重要性 昨天他全场出场19分31秒 投篮7中5 罚球8中4 在出场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仍然高效拿下了14分时 篮板2抢断1盖帽的两双数据 其中还包括了三个前场篮板 正复制更是达到了全队最高的加14 从比赛内容来看 鲁尼在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了极强的篮下威胁 他在进攻端有不错的篮下强攻能力和前场篮板嗅觉 他在防守端也是球队的内线大闸 有着可靠的护矿能力和篮板保护能力 可惜他的出场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拳勤 从来没用轮休过 科尔为了保护他 把他放在替补席减少压力 适当轮休 如果他能够出现在线发阵容中 并且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 球队也不会在第一阶和第三阶开局阶段如此被动 本赛季至今 鲁尼在前47场比赛中场均出场23.4分钟 场均数据为6.7分 8.7 篮板2.7 主攻0.5 抢断0.6 盖帽 扣篮命中率63.7 发球命中率62.1 事实下 鲁尼的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在进攻端有不错的篮下得分能力 他也是勇士全队唯一一个有可靠护矿能力和协防能力的内线球员 说明了内线防守的重要性 而怀斯曼自2020年被勇士第二顺位选中后 一直没有表现出球队想要的那一面 他在进攻端没有灵性 不会领会球队的战术 跑位过于以自己为中心 防守的意识过差 空勇身体天赋不会应用 欠缺对篮筐和篮板的保护 到现在为止 勇士对他很失望 怀斯曼进军纪联赛 没能找到应用的统治地位 回队后没有在队伍里相破 孤明珈那样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三年我们几乎看不到他的进步 而球队也没有办法再给他多余的时间了 根据报道称 勇士厌倦了这种情况 在和联盟其他管理层交流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联盟内部人士称 勇士对高管与其他球队谈话中表示 自己的三年级新秀怀斯曼与球队核心库里 后来格林的夺管方向不一致 勇士已经做好了交易怀斯曼的准备 一位东部的经理透露 原因是怀斯曼还没有可以帮到球队夺冠的要素 勇士也觉得自己在伤害怀斯曼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成长 勇士和怀斯曼在一起是互相折磨 怀斯曼给不到勇士想要的帮助 而勇士也给不到怀斯曼成长所需要的平台 怀斯曼虽然球伤不高 但以他的天赋 在一支其他球队 换一种简单的打法也能成为一个场均20家的大中锋 说不定打着打着就能有自己的心得变得更加优秀 勇士却需要能适应自己体系的球员 需要集战力来辅佐三名核心 争取冠军 他们不能错过库里巅峰时期的任何一个赛季 这就是两者的最大矛盾点 所以现在勇士已经下定决心和怀斯曼告别 库里曾表示球队需要在截止日前进行交易 不知道怀斯曼是否会这么快就离开 还是在休赛期才跟我们告别 而据马斯随对记者LJ Alice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马斯和荆州勇士的交易谈判陷入了僵局 马斯对怀斯曼和库明家不感兴趣 所以与勇士的交易涉及破尔特尔的可能性很小 该记者表示 有两支令人意外的球队正在与马斯积极进行交易谈判 他们是体呼和开拓者 体呼和开拓者分别拥有中锋瓦兰丘纳斯和努尔基奇 但两支球队都在询问破尔特尔的交易情况 该记者表示 体呼和开拓者可能会把破尔特尔视为更合适的人选 那么怀斯曼将会被交易到哪里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